在彰化鹿港的桂花巷艺术村 有一位皮雕师傅18年来一路走来 坚持将皮雕艺术融入生活 他尝试将小提琴和吉他等乐器 披上皮衣 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小提琴发出清脆声响 那小提琴的不是音乐家 而是皮雕艺术家施敦元 小提琴正版两面包括边框木质部分 全都披上皮衣 上头还雕刻出各种花纹 甚至滑板的表面也是皮雕 连吉他也成为他的创作媒材 披上皮衣后的质感看起来独一无二 我的理念是说 我都希望客人你能给我你喜欢的图案 不一定就是说每一个人喜欢的都会一样 所以说做出来的东西 还是都是唯一的一个而已 木垂敲打雕刻刀所发出的凶响 传遍整个工作室 每一件作品都经过精心皮雕工序 特别的是墙上的壁饰 同一件作品可以欣赏到四种艺术 包括皮雕 彩绘 书法与诗词等创作 他也教民众如何保养皮雕作品 一般没有使用 放在柜子里面就把它封起来 有可能会发生长霉菌的情况出现 就是发霉 那你有使用的话一般来讲 通常都不用怎么去保养 因为手就是你最好的保养工具 十吨人还将皮雕包覆在一般的椅子上 更设计出一组重机骑士穿戴的西部牛仔帽和背心 也有小朋友喜爱的立体皮雕钥匙圈 披上皮雕 每件日常用品都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生活艺术品